所以程式部分的话,大概也没有什么特别都是新的 其实像SPACE之前也有讲过一个路径 所以你也可以用FireDialog自己就跳出来,那我就不改了 其实FireDialog还蛮好记的,就是Application 如果你要取得那个路径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路径用Application 而且这个我记得我都没有特别去背它 主要是用什么,主要一定要记Application物件 然后FireDialog你就打一个F,它FireDialog就有了 然后你要填,这边的话你就要填瓜糊 要选什么,选一个是Furder Picker,所以你就Furder Picker 然后点Show,就是让它Show那个东西 Show那个东西的话,那个就是一个叫FireDialog的一个算是视窗 它跳出来,那我们选了之后的话会有一个目录路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改成,改成SPACE等于什么 这个东西,应该我记得,抠到这边吧 点Show的前面这一段,变成什么 它第一行是Show,第二行是它选的,是什么把它传给我 所以把点Show改成.slateItems 那一定是选第一个,它的顺序是从1开始 然后把这个丢到SPACE,大概改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前面上个礼拜有讲到 而且其实还蛮好记得,还蛮好用的 主要为什么要用这个 就是你不要把这个路径给写固定了 不然写固定将来你也麻烦 每次还要去改程式 如果你写这样的话 其实使用者也会知道 你不要讲说你用选的告诉我就好,我帮你就合并 OK,那只是说合并的路径将来也许你可以再 可能怎么样,再把那个路径可能要 再去掉前面一个什么 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可能要想想看怎么去 因为最后的话 我们SPACE是有斜线VBA 那这个地方就是不能反斜线VBA 所以这个你要怎么去 刚刚好,不要放在那个位置